和他相处这么久 处处都要小心翼翼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会因为什么样的小细节 就会不高兴了 我尽一切努力想做到尽量完美 但是总是达不到他想要的标准 我实在是太累了 我天哪 我以为我看错了 这是奥运达标赛吗 谈恋爱还有标准吗 说你的标准太高 我永远达不到 我们来听听小伙子 到底有怎样的标准吧 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杨22岁来自安徽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杨24岁来自长春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同学吧 同班 同届 他比你还大是吧 大两岁 对 啥时候毕业啊 明年 今年大三 谈了多久啊 两年半 那就基本一进学校 没干别的事 就谈恋爱了 是吧 是吗 差不多 谁先对谁下的黑手啊 我先对他 他追的你 你确定是你追的他 对 那你追他怎么会他觉得他不打你的标呢 我和他是在社团活动时候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是在我生日的时候 那天早上他拎着五个鸡蛋 然后当生日礼物送给我 我就觉得这姑娘虎头虎脑的 挺萌的 然后就对他 就是有了多一些的关注 然后也赶巧 然后我们那时候 两个系的体育课是在一起上的 我们俩都抱得轮滑 他刚开始学的时候 摔得挺惨的 膝盖也摔坏了 在那一个月左右 都是我背着他上下学 或者到后来慢慢扶着他走 然后后来就是自然而然的在一起了 但是在一起之后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我们两个家乡都比较远 生活生活习惯差异还比较大的 就比如说洗澡吧 他就是一个星期洗一次 或者恨不得一个星期一次都洗不上 这都是特别不能容忍的 你现在在东北读大学 你也知道北方冬天的时候 他都特别干燥 而且还特别冷 谁经常洗澡 再说了 学校里面 他也没有那么方便 不是说寝室里面就能洗 我还要下山呢 是 咱就不说 你们说还在山上 我不山上寝室 还有就是 他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 他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这交代那交代的 第一次兼长辈 然后我就寻思 他能给我妈留个好印象 我能喜欢他 我妈是个比我还爱感定的人 我在火车上就跟他说 到我家咱放下行李 然后先冲个澡 然后就主动说出来 然后我妈就肯定会觉得 这姑娘 这挺干净小姑娘 挺好的 哎呀妈呀 一姑娘第一次到你们家 一进门说 我要先冲个澡 哎呀 这个场景想起来 哎呀对对对 她妈妈确实有洁癖 但是我就觉得 我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火车 我很需要休息 你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火车 对呀 那倒是应该冲个澡 这话是这样 还有就是 他这个人那时候 和我刚出对象的时候 他性格特别内向 他还不爱说话 和陌生人说话 他都会脸特别红 然后见到我妈之后 声音小的 我都没听见 但是我确实知道 他是打招呼了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 他怎么这样 我不跟我打招呼呀 然后还有比如说 就是他在我家 一天就在我那个屋里边 窝着也不出来 我妈就时不时的 找他出来唠唠嗑 问这问那的 还没说几句呢 就又溜回屋里边去了 我就是比较内向 不太爱说话 你也知道啊 但是我要是一直在外面待着 那我跟你妈找不到话题 我多尴尬呀 那你总不能 就一次两次这样 老躲着我嘛 你总得去面对他嘛 那慢慢来呗 你老催着我 就这么点事啊 这都不够成事啊 那他也可挑剔了 他还挑剔你什么 他说他有洁癖 那他跟我在一起以后 所有衣服都要我给他洗 还有臭袜子 你应该自己洗啊 是 他不讲卫生 你应该都帮他全洗了 不得了吗 是 就是在和他出对象之前 我的衣服都是我自己洗的 但是和他出对象之后 我觉得我应该有出对象的待遇啊 就是我觉得 出对象是什么待遇啊 你跟我们说说 我就觉得 好多姑娘就拿起那纸 就是很拽你 你知道吗 你快跟大家说说吧 我就觉得 男人就该干体力活 女人就该洗衣服 做饭呀 这是我的观念 那里面有什么体力活 是需要你干的呢 那比如说 你就 咱们学校 每年都要搬一次寝室 从这个 从山上五楼 到山下五楼 你那大行李小箱子的 我让你动一根手指头了吗 那你帮我搬一次 一年才一次 你洗衣服 你一天换一套 一天换一套 三天就能给我攒一大堆 大包小果给我拎过来 有的时候还要拿行李箱 拎过来 但是 但是 我觉得就是 为对方做一些事情 应该心甘情愿的 咱们没必要抱怨 是吧 我是挺心甘情愿的 但是 你 我觉得我做什么事 你都从来都不感谢我 你也不心疼我 他还一直挑 一直挑 比如呢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发出点声音 他就在那儿不乐意了 不是 你吃饭怎么会发出声音呢 他吃饭 那不仅叼拉嘴 还敲着腿 就在学校食堂吃饭吧 他就用腿 就搭那个凳上面 要么就盘着腿做 咱就 改学校食堂 咱稍微注意点形象 那毕竟大学 那不是放松吗 那我不得怎么 叔父怎么来吗 是 你要在家 你怎么 叔父怎么来 我肯定不挑你 总是这些小事 就能跟我吵一天三天 上次 那么小事 跟我分手 就他几本书 放我那了 然后没给他带 我说这个就不是小事 我觉得 这个真的有原则问题了 就是我上 我去上学 还有放学 我平常不背书包的 一般就是拿着书去 也就两三本书 然后我就拿着书去上课 然后那天中午 他打电话 让我等他吃饭 然后我在教学楼底下 他背书包过来 就顺手把书 塞他书包里面了 然后我俩吃完饭 我忘拿了 等下周上课的时候 我才想起来 书落他那的 然后给他打电话 他手机就静音 然后等他快到学校的时候 快到教室的时候 他接电话了 然后我说 你能不能帮我求一下 然后就第一 就是我这课是考试课 然后老师这些课讲的 都是跟考试有关的题 然后我得记笔记 然后第二就是 如果就这些课不带书的话 算半次旷课 然后我就跟他说一下 就问一下他能不能帮我求 那你的课那么重要 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 是我 我一般都是 那你咋不自己去求呢 我要能进女生苏 我肯定自己求 那我课也很重要 我不能迟到 是 要不就是 那天就 也是因为他手机老静音 然后俩就叮当起来了 就因为静音这事 耽误老多事了 你每次给他打电话 他都不会接 一般要打四五个 七八个的 完了 实在不行 我就用手机那个定位里边有个播放声音 然后 把 然后他才知道 他那就是查我 啊 就要查你呀 那不就是定位吗 就是呀 我不那样提醒你 你根本就听不到电话声 那你不会给我室友打吗 打得还少啊 我都不好意思给您打了 我才想到这招 你是哪人啊 我安徽的 你怎么说话一口东北枪啊 我就走哪儿小哪儿呗 走哪儿小哪儿 小的还挺快 互相随俗是吧 对对对 安徽哪儿啊 安徽富阳 你家哪儿的呀 长春 大城市啊 没有 大城市的小农村 你是富阳县城的 我为什么想问问背景呢 我就觉得这两个人在很多生活习惯上好像真的不太一样 今天谁要来 我要来 你要来干嘛 分手 不 我想好好地和他 那你们俩现在是个啥状态啊 我觉得跟他相处有点难 难在哪儿 你说说 就是他是属于那种特别固执 嗯 然后什么事跟他解释他都听不进去 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嗯 举个例子呢 比如说 就是给他洗完衣服 洗完衣服 然后要给他叠得特别整齐 而且要按照他说的那么叠 我要是按照我自己的那么叠 那我事就大了 不是这么说的 其实那次吵架是 第一次他跟我洗衣服的时候 我真 洗得特别特别干净 然后但是就是叠的 我感觉他就没有叠 就是往缩刀袋子一窝 我去球的时候一摊开 然后衬衫领子窝的 然后整个衬衫皱巴巴的 学校也没有运动 有运动也不让运动 穿上去窝窝窝窝窝的 心里挺不舒服的 先窝窝自己洗 是 那我以后自己洗 幼稚 幼稚 你不想分是吧 不分 真不分 不分 以后你洗衣服 再说吧 啊 再说吧 刚才还说那以后衣服我洗 我洗 啊 我洗 谁洗衣服 我洗 吃饭能叭截嘴不 能 少叭截 能盘腿不 还是变盘子吧 能盘腿不 能 哎呀 为了跟你好 他该答应的不该答应的 反正全秃鲁了 姑娘你看得挺准的 确实很优势 好了 老师们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Chupeat文券 男孩我先问问你吧 谢谢 谢谢许总 华老师 我们对人经常会有双重标准 一种是苛刻的完美主义 一种是放纵的自由主义 如果我们把苛刻的完美主义是对外的 那么这个的时候我们是自恋 因为我觉得我自个儿啥都好 什么都不用改 你们都给我改了 自恋 还有一种呢 是对内的 我觉得我哪都不好 所以我要不断的改 不断的改 那是自卑 你呢 就有点自恋 自个儿什么都挺好的 然后还享受恋爱待遇 但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不好 只是没长大 这个女孩子你知道她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吗 可能你都不知道 是因为你们要毕业了 校园当中的浪漫 没有任何的功力 目标 没有任何的对未来的计划预期 等等这些东西要结束了 你女朋友 她不是闷 她是心里有主意 所以马上校园要结束了的时候 我要去在社会上打拼我的情感对象 她是不是能够支撑我 她是不是能够去保护我 安慰我甚至反过来照顾我 她开始考虑自己真正的情感 人生 而不是情感 练习 所以她才说 在这个节点上要提出分手 那你怎么办呢 你要不然就快速的成长 那自个儿一下子就能够从男孩子变成男人 能吗 成长就得是一步一步来的 就得是一个跟头一个跟头跌出来的 所以你要想成为你女朋友 她期待的那个样子 有点难 如果把这个期待的完成 要把自己的尊严都搭进去的话 那你打开的不是幸福的大门 而是无尽的痛苦 就这些吧 好 谢谢 谢谢白老师 胡老师 所有在爱情生活当中 我们刚才说到标准 所有的标准在我看来 都是要提高对方的入门门槛 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 而踩低别人 使自己获得某些所谓的优越感 你就是这样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的是 我认为爱情是可以让人放下自己的优越感 谈恋爱 作为男人有什么待遇 我如果觉得真正爱一个女方的话 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待遇 而是自己的责任 我家境富裕 我家教良好 我要更多的去包容她 帮助她 我认为这叫爱情 而不是处处的显示 我高你一等 你就必须要低头顺从 我不认为这叫爱情 所以我告诉你女生 虽然有一些习惯确实要改 有谁在食堂吃饭还盘着个腿呢 这些东西确实要改 但是我认为这些习惯是小事 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尊严 爱情生活当中一定是平等的 所以我觉得那些臭袜子的东西 让她自个儿洗下 你该干嘛还干嘛 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平等的爱情生活 你说呢 好吧 就这样 有好多习惯确实应该改 包括你的一些习惯 所以我有时候常在想 恋爱当中习惯对一段爱情的破坏力 到底有多大 我讲一个最极致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你不够极致 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她就是因为她的那个女朋友 就这么剃牙 她希望她是这样剃 她永远是这样剃 她就真的跟她分手了 我说为什么呀 那么好 两个真的好 那么爱 为什么呀 热恋气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 她说我受不了 我真的接受不了这样的东西 那你就走啊 你不能说 你不喜欢的 其实你自己全干了 只是不让她干 你为什么呢 那个 挽留她 原谅 想让她原谅 我之前的一些特别幼稚的行为 如果你希望对方原谅你幼稚的行为 今天你在这个现场上面的很多行为 还依然是幼稚 所以行为的幼稚是无法改变的 短时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那怎么可能让她相信你 真诚地用心去谈恋爱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一直以来 谢谢你对我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我 真的特别不懂事 性子还特别僵 知道我有 有很多地方 我会慢慢去改 希望你 能给个机会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以后 我自尊心太受挫了 无论做什么 你 都是批评我 我再想想 来吧 请亮灯 两位请回吧 谢谢 请回 来 请关门 关注我们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WA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 聊天室 边看边聊直播 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网络电视 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内容 现在请打开微信摇 一摇进入到摇电视 进入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百万红包 等您来拿 接下来当然是看他们自己的选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此时刻 各位请见证 以后我敢刚刚好好的 请亮灯 姑娘 好好管着啊 要不吃 预备吃 送一个礼盒给你 这个可以抱走 这个这么瘦弱 我看看他能不能抱 抱呗 哎呦 你真不成熟 别人一击你就抱 你看看 加油 好球 好球